好,这个4月连续强震导致花莲的善目中心设施设备是严重的受损 那么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则是主动吸手画家来办理意脉的画展 希望能够以自身的专业成为花莲的守护者 4月份连续强震造成花莲善目中心设施设备将近有90万元的灾损 为了协助他们能尽快进行重建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则主动吸手画家 以守护为主题发起意脉画展 地震之后其实妇草之下是无软软 然后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概念 我们的家园由我们自己来守护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伸出援手 然后能帮助我们这样子 成信会馆一楼空间悬挂起30幅精美画作 其中包含油画、水彩、绕画及摄影作品 目的金额预计会有50万元 前半段是要做妇女的心理自杀 因为在这个地震的一个动荡的当中 其实妇女的心跟她们在过去受创的一些经验 其实让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震荡跟害怕 能够让她们在这个动荡的当中 能够平稳平安的下来 之后我们有些社区的孩子在我们当中 夜间有用餐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医妈 也是能够帮她们目击到她们的食物 能够在我们的散幕中心这边 供应他们夜间的用餐 为了支持异麦活动 现议员张美慧也率先响应 买下活动中的第一幅画作 希望能让更多人看见散幕的需求 我们希望用一个有形的一个方式来帮助这个在心灵上看不见的这个伤害 所以在这个异麦当中我就选了这个大慈大悲 我觉得它可以安定稳定心灵 它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 就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能够走出这个创伤 在心灵的重建上 我们其实可以一起来互相帮忙跟支持 而这项异麦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19号 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 在澄清会馆一楼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参观认购 共同参与守护花莲人的公益行动 记者 许立琴 华林时报导